原來你們是我們來啊 鳳梨你們好 我叫肖明月 我是高孫興南 我創辦了一間收集世界工藝品的公司 在人類的一個世界裡面呢 工作叫做策展人 萬物運動 基本上是非常有趣 因為我個人還蠻討厭吃鳳梨的 我蠻喜歡吃鳳梨的 過去人類跟鳳梨互動的方式 不外乎是切片或是榨成紙喔 鳳梨其實可以拿來做皮革 就是鳳梨的皮的那個纖維 對於人類的生活也是蠻大的貢獻 萬物運動其實想要 讓我們重新去看待鳳梨 或是身邊的各種物質 是蠻值得好好想一想 不論政治經濟或是文化上面 這一次的翻轉其實會希望 能夠帶來這個所謂 來自南半球的一個聲音 我腳踩著瘋火輪 是在討論這一個 南非過去在種族隔離時代的時候呢 當地的原住民朱鲁竹 拉著人力車帶著淚水 娛樂觀光客的事情 我的身體我的檔案 鋼果長期受到比利時殖民統治喔 當時候統治的廣 以砍掉他們著手這件事情 來威脅他們去採集橡膠、採集湯 而人們留下非常痛苦的印記 我的島嶼是產兵的一個創作 氣候暖化、海水上升 東加島比較小 所謂的全球性的危機 首先蔓延到他們身上 這個變遷之下呢 遭遇到的一個困境和挑戰 2023台北藝術節萬物運動 歡迎所有的人類朋友 歡迎你們帶大家來 體驗不同的南半球 好 拜拜 拜拜